好 还要来看新北市板潮 杨明街的住户最近发现说奇怪了 他们的信箱里面的信常常不翼而飞 调阅监士气才看到是一个阿伯 就出现在信箱墙下东翻翻西找找 接着呢就把住户的信件给拿走了 现在呢住户很担心 这些私人信件会不会流入不少人士手中 因为信件里头恐怕含有个资 被拿去做不法的勾当 画面左上方阿伯缓缓走在棋楼下 原本以为他在散步却站在信箱墙下 随手抽走住户信件 接着又来到下一个信箱墙 手一伸开始翻翻找找 三天两头就来偷信件 让附近的住户相当困扰 有时候没有放进去啊 你没有我放信件 他从一半在外面啊 那人家抽就走了啊 比如说像那招领单邮局招领单 我听到外面有人在骂他 对 就跟他就说阿伯你再这样我要报警了 板桥阳明街上一整排都是老公寓 信箱墙就在一楼大门旁 没有保全看守 信件如果没有完全丢进信箱里头 很容易就被有心人士轻易取走 住户担心各资外泄被拿去做不法勤势 目前本所是尚未接获相关报案 那本所也会主动去了解看这位阿伯是谁 那并跟他告诫 那上述行为可能已经触犯到切到罪 消失的信件到底哪里去了 没人知道 住户指盼阿伯别再下手偷信 以免误处罚网 三点新闻 刘炳佳 赖线绍 新北市报道 其实在过去确实是有一些嫌犯 他们会偷人家的信件来窃取个人资料 包括香港也是如此 香港警方是在今年的八月 破获了两男一女为首的偷信党 他们就利用偷来的信盗取个资 再假造身份证来办信用卡 短短两年的时间总共盗刷了200多万港币 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老四公寓 他的信像 你看门整个是坏掉的 甚至也没有上锁 我信简单就抽了出来 这也成了歹徒眼中的代载飞扬 大拉拉插在信箱上的账单挂号信 这些可都是歹徒行窃的目标 香港今年八月破获专门偷信 再拿各自盗刷的偷信党 星期四被捕的两男一女 包括集团主脑 过去两年就申请了60张信用卡 一共录了200万 歹徒锁定没保全 没铁门 甚至没监视器的三无大厦下手 至少倒刷200多万 但八月香港才宣布破案 十一月在板桥 也出现偷信的类似手法 偷信党疑似献中台湾 这些有心人士拿到个资的话 他通常会把他的个资 去申请假信用卡 假贷款 甚至买车子买房子 然后造成他个人信用上的债权 兼欠百百种 个资含量最多 也是歹徒最爱偷第一名信用卡账单 再来是健保法院公文 连会员卡资料都能取得个资 歹徒透过到来的资讯 未造身份证 办信用卡 只缴最低额度 等信用额度培养到一定程度 在贷款汽车房屋 最惨有民众一次被盗刷上千万 健保局啊 法院他都是用平信 那诈骗集团就用这个漏洞 去跟邮材配合 反正信掉了 也不以为意嘛 专家建议最好改用电子账单 甚至信箱上锁定期收信 以免成了偷信党下手目标 三连新闻江文贤张车伟 新北市报道